鲫鱼简称鲫,俗名鲫瓜子,粤鲫仔,苦鲫,细头,不鱼,含腹,细头,鲫壳,合鲫,鲫鱼主要是以植物为食的杂食杏鱼,洗裙集而行,择食而居,肉质细嫩,营养价值很高,每百克肉含蛋白质13克,脂肪11克,并含有大量的钙,磷,铁等矿物质,鲫鱼要用价值极高, 其性平胃肝,入胃,肾,具有盒中补虚,除雷,温味进食,补中生气之功效,基于豆腐汤,小孩食用具有骨脑,骨盖的作用,增强体质,增强抵抗力等,基于所含的蛋白质直优,其全,易于消化吸收,是肝肾疾病,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良好蛋白质来源, 肠食可增强抗病能力,肝炎,肾炎,高血压,心脏病,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患者可经常食用,基于具有很好的催乳作用,配用豆腐,易气养穴,健脾宽中,豆腐易富有营养,含蛋白质较高,对于产后康复即乳之分,密有很好的促进作用,主料, 基于一条,豆腐两块,补料,芹菜一根,葱两根,生姜,盐,料酒,鸡精,做法 1.先将鲫鱼清洗干净,再背上划上几刀,锅中放3片生姜,全身涂盐并腌制20分钟 2.锅中放山茶油,盖油热后放入生姜,然后再放入鲫鱼,两面煎一小会,放入适当的料酒 3.煎香后放入水,水不用太多盖住鲫鱼即可,盖上锅盖煮出奶白汤 4.放入豆腐,再煮两分钟 5.放入芹菜煮20秒,再放入葱花 6.最后是盐味,不够再加盐,然后加入适当的鸡精即可 技巧 1.再鲫鱼背上划几刀,不盐腌制20分钟更入味 2.用山茶油煮更营养,且可以除部分腥味 接鱼时加入生姜,料酒也可以除腥味 3.豆腐等鲫鱼煮好后再放入煮两分钟即可 您若有好的建议,意见欢迎分享与交流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,点赞,分享,收藏 谢谢